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大的会前准备也更加充分 在会议召开前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九个决议案都已起草完毕 1922年7月16号至23号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上海南成都路福德里625号召开 大会在八天内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 出席会议的代表有 中央局委员陈独秀 张国焘 李达 上海的杨明斋 北京的罗张龙 山东的王进美 湖北的徐白浩 湖南的蔡和森 广州的谭平山等12人 他们代表了全国195名党员 大会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情况 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大会宣言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 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 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 铲除私有财产制度 逐渐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这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 也是党的最高纲领 为了实现党的最高纲领 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最低纲领是 消除内乱 打倒军阀 建设国内和平 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 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大会同时提出了两个重要原则 一 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 二 党的内部必须有严密的 高度集中的 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 党员不应只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 更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 中共二大最重要的功绩 是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指明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方向 为党确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奠定了基础 关于出席建国前的中共代表大会 毛泽东曾经说过 我是一三五不论 二四六分明 冯霜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 那么这冯霜的中共二大 毛泽东为何没能出席呢 原来中共一大以后 毛泽东很快就回到了湖南 着手组建湖南的地方党组织 1921年10月 湖南的共产党支部成立 毛泽东担任书记 此后呢 他又大力的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 成立了中共安援支部的 1922年5月呢 又建立了统一的中共乡区执行委员会 毛泽东担任书记 这个时期的毛泽东啊 是一位卓越的实干家 除了负责湖南全省 以及江西平乡地区的这个党务活动外啊 还兼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长沙执行委员会的书记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湖南分部的主任等职 中国二大是1922年7月中旬 在上海召开的 而这个时期呢 也是毛泽东最忙的时候 所以呢 他就没能参加在上海举行的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百度APP搜索百年风华 看苗东百科系列短视频 一起学习党史知识